下一個叫做接觸起電 剛才感應起電就是用靜電感應的方式 那個拿過來的帶電體有沒有接觸的金屬導體 沒有 就叫做感應起電 現在呢基本動作差不多 但是呢我要去讓 我的拿過來的帶電體 跟我的金屬有碰到有接觸 這樣最後的結果會帶同性電 所以剛才是帶異性電 現在是帶同性電像這樣 A 有一個金屬導體 B 帶電體靠過來 會有靜電感應 近端生異性電遠端生同性電 繼續靠過去 感應會更多電荷出來 就讓它碰到 碰到就證負就會怎麼樣 綜合掉 綜合掉 所以帶電體的電也會減少 可是因為那個是被感應的 所以一定會比較少 所以不會用完 然後所以呢下面兩個都帶同性電 同性電會怎麼樣 相似 排它來 排斥量 然後把那個帶電體拿走 然後體電後均勻 分布 就帶電 考試喜歡考 常考那個提醒 就是 畫四張圖 五張圖 問你秩序 感應起電的秩序 或者是接觸起電的秩序 所以你要知道我怎麼做出來的 所以最後結果 帶來叫做同性電 這個動作叫做 接觸起電 跟感應起電差不多 就是剛才是要怎樣 接地 現在是要接觸 碰到 碰到 OK 我們通常感應起電用在導體 摩擦起電在絕圓體 不是導體不能夠摩擦起電 只是因為導體的電視 自由電子會到處跑 所以如果你沒有絕圓 你手上拿個金屬棒 然後摩摩摩 你摩出來的電 通通它怎樣 跑掉 就不會掉下來 所以除非你底下有一個 絕圓東西 要摩一摩它就會存在 所以並不是金屬導體 不能夠得摩擦起電 但是你必須要把它絕圓 把它電會不見 所以我們常討試 平常說法上說 要做摩擦起電 用在絕圓體 感應幾天用在? 倒體 完全用在倒體 否則你沒有適當的絕緣 你倒體的磨砂幾天 電動都會跑掉 跑掉 下一個叫做 金屬有屏蔽作用 細節原因國中不交 只要告訴你 一個金屬網照在這邊 就會產生屏蔽作用 裡面的東西 就會看不見外面的 帶電的東西 看不見外面帶動的東西 好像被遮住一樣 所以叫做屏蔽作用 可以做一些保護的一些措施 有一個不好的故事 當然跟你們講好了 所以這些東西我會有一個 外殼金屬集結 然後隔絕一些外界電荷的干擾 然後呢 大雷雨的時候 閃電的時候 如果你在汽車裡面 你坐在汽車裡面 你的手不要碰到門 車門什麼之類的 你就要你的車子被圍批了 你都不會有事 因為電荷會在表面跑來跑去 金屬有屏蔽作用 它 你看不見它 看不見它 可是如果你的手去碰到你的車門 碰到金屬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你就被電到 這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是金屬有屏蔽作用 像這邊 有一個影片 對 我要拿一個十萬普特的高壓 金屬有屏蔽作用 所以知道在剛才電 它怎麼電它都沒事 沒事 OK 好了 可以講一個不好的聲音 你講完之後不要做我壞事嗎 有一個人 理化學得還不錯 去書店哪邊 你看他們現在不是有防盜器嗎 防盜器 他就拿著一個鋁箔 一個盒子 裡面包著鋁箔 把它偷東西放在那個裡面 就帶出來了 因為金屬有屏蔽作用 所以那個防盜器 它是靠電池感應的 它完全不會感應 它完全不會感應 你沒有消磁出去 它會感應 它就會叮叮叮叫收東西 被偷走 真的嗎 消磁就不感應 所以就沒事就通過 它把它放在金屬盒裡面 金屬有屏蔽作用 所以它不會感應 所以它就打出去 防盜器不會叫 壞事不要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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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告訴你說 對 這是金屬有屏蔽作用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你下次把你的悠遊卡 拿著鋁箔紙包起來 說看看 看會不會過 把你的悠遊卡 用鋁箔紙包起來 然後去過閘門 去刷一刷 看看會不會過 那會不會過 OK 就是金屬有屏蔽作用 OK